是谁将普京气得破口大骂 前不久普京亲自下令逮捕一位俄罗斯官员 警方在官员家门口将他五花大榜扔进了车里 这个男人究竟是谁 普京为什么要逮捕他 我们点赞关注 接着往下看 二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美国与苏联冷战了多年 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又开始忌惮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经常派特殊人员企图贿赂俄罗斯官员 以求获得俄罗斯内部的机密 众所周知 俄罗斯的经济水平算不上良好 所以俄罗斯打工人的薪水都不算高 美国正式抓住这一点 用大量的金钱 企图对俄罗斯的官员们进行诱惑 有些意志力不坚定的人 不会跟钱过不去 个个都沉浮在金钱的脚下 导致潜伏在俄罗斯境内的间谍越来越多 不过这些人目的性很强 没过多久就会被人抓到把柄 而今天要说的这个人 他隐藏得非常深 但是他却被一件小事牵扯出来 事情还要从2017年的一个秋天开始说起 一个长相秀丽的女人 站在克里姆林宫外面 她哭散着脸和保安发生了争执 她坚决要见总统普京 可她没有邀约 怎么能随便进去呢 正在办公的普京 听到了他们的吵闹声 她不自觉的好奇 究竟是谁敢在这里胡闹 她走出来看到女人已经哭了出来 还没等她开口说话 女人看到她情绪更加激动了 一向平易近人的普京 让保安给女人进行过常规的安检后 决定听一听女人来这里的目的 普京就是这样 永远没有架子 难怪她会是俄罗斯政坛的长青树 女人接下来的一席话 让普京非常的震惊 因为她要举报 身为区域代表助理的亚历山大 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清楚 俄罗斯和我们的管理方式不太一样 他们国家划分为七个区域 亚历山大正是当时乌拉区代表的首席助理 这代表着她在当地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了 可女人为什么要阻报她呢 提到亚历山大这个名字 普京也有点印象 她曾经见过这个小伙子 觉得她踏实肯干 又不缺有谋 说不准在将来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 可在女人嘴里 亚历山大却成了一个极贪的贪官 据女人描述 亚历山大仗着职权到处欺压落小 还向手下收取保护费 不给的话 前途就会受到影响 可小职员们的收入本来就不多 哪还有钱给她 所以有一部分小职员 就将这笔账转移到了百姓身上 让他们来替自己承担这笔钱 久而久之 当地百姓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而亚历山大却有了小金库 每天吃喝不愁 满足了金钱的欲望之后 她开始将魔爪伸向了办公室里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下属们 最开始的时候 亚历山大也不敢太过分 只敢对单位里的女职员动舌动脚 看她们都因为职权不敢吭声 亚历山大越来越过分 甚至以工作为由 将女职员喊到家里或者办公室 虽然大家都不敢说出来 但都知道女职员们遭遇到了什么 更过分的是 亚历山大连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没有放过 这类人刚进入社会没有什么经验 更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亚历山大的所作所为 让不少大学生心里出现了问题 不是没有人举报过 而是因为亚历山大职权过大 举报信永远石沉大海 甚至还会遭到亚历山大的报复 久而久之 再也没人敢说一个字 但找到普京的女人 绝不相信没人可以治得了她 这个女人也不简单 她是俄罗斯政团的官员 只不过官职比较小 也受到了亚历山大的压榨 她与其他女人不同 她趁着出差来到普京所在的城市 勇敢地将自己所遭遇的一切说了出来 听完这番话 普京气得咬牙切齿 她生平最恨的 就是滥用职权 但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 也不好定亚历山大的罪 因此 普京让女人先回去好好上班 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她安排手下立刻着手调查 如果真有此事 绝对会让亚历山大受到应有的惩罚 普京嘱咐情报人员 要对亚历山大秘密跟踪 切记不要打草惊蛇 在普京的再三嘱咐之下 手下们每天跟踪亚历山大时 都非常警惕 一般人绝对发现不了他们 几天之后 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蹊跷的地方 亚历山大每天除了工作 就是回家 或者去酒馆里喝一杯 除此之外 他没有任何社交惩合 正当调查陷入僵持之际 亚历山大的一句话 出卖了他自己 普京来到当地视察工作的时候 亚历山大总是说了一句话 不知道怎么了 这几天我一直觉得有人在跟踪我 可调查的时候 又查不到任何东西 原来亚历山大早就发现 有人在跟踪他 自然不会露出把柄 俄罗斯又被安插间谍了 普京安排情报人员秘密调查 却没想到此人的本事巨大 居然被发现了 奇怪的是 亚历山大怎么会发现他被人跟踪了呢 他的反侦查能力这么强的吗 要知道 跟踪他的人都接受到专业训练 一般人绝对不可能发现他们的存在 普京觉得这里面一定不简单 他调来亚历山大的简历 发现他只是莫斯科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而已 毕业之后 从最底层的公务员做起 他从始至终 都没有接受过侦查或者反侦查的课程 就连参军也没有过 可他居然可以看破 专业情报人员的秘密跟踪 从而隐藏自己的行为 这样一来 亚历山大显得更加的奇怪了 普京也笃定 他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出于对国家安全的严禁考虑 当即下令逮捕亚历山大 只是怎么也没想到 他居然误打误撞 调出了一条大鱼 当检察官人员来到亚历山大家门口时 按门铃没有人应答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他们选择破门而入 没想到 亚历山大正在着急的收拾行李 包裹里还有大量的美元 和一本前往波兰的护照 这不正是做贼心虚 想要逃跑吗 检察官不给亚历山大任何反应的机会 直接用准备好的绳子 将亚历山大捂花大把 可能因为过于害怕 亚历山大愣在那里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几分钟后 亚历山大被绑成纵紫 押进了囚车 就这样 亚历山大在群众的注视下 成为了过街老鼠 曾经风光无限的骄傲 早就不在了 接下来 他要面临的审讯 只会更加残酷 被带到审讯室之后 检察官要求他 将自己干过的事 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可没想到 亚历山大不愿意说 还想再坚持一会儿 检察官什么也没有做 只是用非常严肃的眼神盯着他 亚历山大心中有鬼 肯定害怕别人这样看着他 没过多久 他再也忍不住了 将所有的罪行 全都说了出来 现场的人都被惊到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亚历山大会在 普京的眼皮子底下 干了这么多卧畜事 亚历山大毕业之后 是从基层做起来的 那时候的他努力工作 盼望早日能够升官 可真正升官之后 他却便理夫样子 内心的欲望 怎么填都填不满 他在单位里定下规矩 只要有人违反了他的规矩 就要向他上缴一笔巨额罚款 就连刚入职的新人也不放过 肯定有人心里不服气 可没人敢说出来 因为那些出头的人 都被亚历山大用强硬的手段 变成了心服口服 这样一来 职员们无法承担一笔巨款 只能从当地的工程款 和税收里捞油水 他们这种行为 显然破坏到了一些企业家的利益 但他们是给国家办事 虽然心里不情不怨 但明面上都没有说什么 所有人都选择忍下来 导致亚历山大的气焰 越来越嚣张 金钱的欲望已经被满足 他开始奠记上办公室里的女下属们 他经常以工作为理由 将年轻漂亮的女下属们 喊进办公室 进行单独谈话 女下属们都知道 他们会面临什么 可所有人都不敢和亚历山大对抗 他们害怕被报复 但亚历山大怎么也没想到 有一个女孩不仅不怕她 还将她告到了普京面前 然而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 检察官找到亚历山大时 他正在说是行李 包裹里面有大量的美元现金 还有一本前往波兰的护照 后来根据统计 在亚历山大家里 一共收获了86万美元 这笔钱足够他去世界上 任何一个地方生活 可他为什么偏偏选择波兰呢 普京感到一股强烈的目的性和计划性 他命令检察官继续调查亚历山大 检察官再次审问亚历山大 过于压力 他终于说了出来 原来这个曾经深受普京气重的人才 早就出卖了国家 俄罗斯又摊上大事了 仅仅两年之内 亚历山大就向波兰提供了20多份国家机密 更令人气愤的是 波兰一直对外宣称 他们与美国共享情报 这不就代表美国非常有可能 掌握了他们国家很多的机密 亚历山大的所作所为 直接让整个俄罗斯陷入了危机 实在是罪无可赦 最初的时候 普京觉得亚历山大虽然做错了事 但念在他曾经为祖国 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份上 还想适当地给他减轻一下惩罚 然而没想到 亚历山大居然出卖了国家 普京彻底坐不住了 坚决不会对他宽大处理 毕竟普京曾经说过 一个人的能力再出众 对国家不忠诚 就没有任何用处 从此之后 普京只会把他当作国家的敌人 并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严肃处理 得知美国可能掌握着俄罗斯的情报后 普京一时间怒发冲冠 差点破口大骂 他再也无法容忍亚历山大的所作所为 一定要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最后 普京需要搞明白 亚历山大是为何成为一名间谍的 在经历了检察官们的轮番审讯之后 亚历山大终于支撑不住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 2017年 亚历山大独自去欧洲国家旅游的时候 遇到了两个老乡 他们自称是来自乌拉尔地区的企业家 非常热情地邀请亚历山大 去自家的庄园做客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亚历山大想都没想 就坐上了他们的车 几个小时后 亚历山大来到了一处比较偏僻的地方 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庄园 只见屋子上挂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波兰情报局 亚历山大终于反应过来 他早就被人盯上了 那两个男人也不在伪装 坦白了身份 他们一个是波兰的情报人员 一个是美国的情报人员 亚历山大还在俄罗斯时 他们就已经密切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亚历山大无法描述此时的心情 接下来 他被带到一个空旷的房间里 这里有张桌子 上面放着20万美金 那两个男人告诉他 只要你同意做间谍 这钱就是你的了 而且以后还会获得更多 不过如果拒绝的话 从今天起 俄罗斯就没有你这个人了 说直白点 他们是在威胁亚历山大 此时的亚历山大站在桌子前 死死地盯着上面的钱 说实在话 他心动了 谁能拒绝不劳而获呢 最终 不知道是因为鬼迷心窍 还是其他原因 亚历山大收下了这笔钱 也正式成为了间谍 从此之后 他越陷越深 再也无法回头 不管是亚历山大的行为 还是北约的所作所为 明显惹怒了普京 他接下来会不会有所行动 我们无法得知 只能静观其变